捉迷藏玩法二段跳教学 这边先看视频 之前的鸟龙奥楼点位的话最近不是已经被修复了嘛 然后基本上不去了 但是最近的话还是出现了有一部复原上去了的情况 比如疲倦的盟主 up主利用加速跳上去 又或是汪溢up主的一个二段跳上去 这期视频的话只要讲一下比较实用的一个二段跳方法 这个方法呢我也是看了汪溢的视频学会的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学会这个技巧 另外就是重点说明一下 不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技巧去实战中上鸟龙奥楼 如果大家实在想玩的话可以开自定房间 交上好友一起去防点照雕像交电机都行 然后讲一下这个技巧 首先该技巧的话需要附近有可以复制的物体 然后对物体的模型大小的话是没有要求的 不过大一点的话比较好选定啊 然后这边我们先起跳 在跳的过程中长按选中复制物体 然后再快速按下跳即可 这里的话需要注意是长按选中而不是点按 那能不能提前长按再跳呢 我去试了一下 这个方法的话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在跳的过程中再长按才行 然后手机端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大家体跳之后呢长按复制物体 然后快速接跳即可 我自己的话是不怎么玩手搓的 然后用手机去试了一下 感觉要比PC轻松很多 大家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